大家好,我是小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是淘宝店铺的摊店视频 然后我们要摊的店铺是UK小数价 他们家粉丝总数是453万 价格区间就是在19块到200块比较平价 然后适合学生党风格 主要是韩戏小清新比较甜美的那种风格 但是我买之前看了一下他们家评价 因为他们是一个3D店铺 然后评价就会有好有坏 我总共在他们家买了5件衣服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看一下我买的这5件衣服 这个店铺我买之前 我看了一下评论里面的说物流不是很好 就可能发货会特别慢 但是我买了几次 就感觉它的物流还是挺好的 就是买的当天第二天就发货了 然后到的也挺快的 所以这个物流方面还是没有很慢 我还是挺满意的 第一件我们来看我买的这件红色毛衣 它拿到手以后是没有味道的 但是它的颜色要比图片上的颜色要暗一些 是那种酒红色 但是酒红色穿在身上也挺显白的 看了一下它表面是没有什么线头的 但是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线头 摸在手上的话还是挺舒服的 它的款式是那种宽松版 因为我只有一米53 但是我穿在身上的话也不会特别的大 对于那种高个子女生来说可能会比较短一点 但是在质量方面的话它会起球 因为我才穿了三四次 它现在已经起了很多球了 所以质量方面的话不是很好 我不是很满意 我买的第二件是一条黑色波点半身裙 它的价格是59块9 拿到手上的时候也是没有味道的 它没有色差少酿的线头吧 然后面料是千玺码 千玺码我也具体不是很清楚 但是摸着很舒服 然后它是均码 是一个松紧要 所以我穿着也不会特别的大 裙子里面是有一层内衬的 是有一层内衬 然后也不用担心走光 但是它比较薄比较适合春天和夏天 像冬天的话穿着就会有静电啊 缺点暂时我还没有发现 它是我还比较喜欢的一条裙子 因为它比较百搭 我买的第三条是一条黑色的白者半身裙 它的价格是49块9 拿到手以后也是没有什么味道 然后没有色差和图片差不多的 但是它的这个面料是那种马来尼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没有搜到马来尼是个什么面料 但是就是那种摸着它不怎么舒服 看着就是很粗糙的那种感觉 然后款式的话 就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这个袋子还是比较丑的 我觉得春天你要是单穿在外面的话 不怎么好看 冬天的话你可以打底套在里面 所以这条裙子还是适合冬天穿 不怎么适合春天和夏天穿 而且它还有一点厚 虽然它没有内衬的话 但是它确实还比较 确实还有一点厚的 这样的话就是它 现在我穿了一次 它就已经开始起球了 而且它沾毛沾的特别严重 总的来说我对这条裙子不是很满意 我就不是很喜欢它 我第四条买的是一条年衣长裙 是一条红色碎花的 因为我刚开始买的时候 店铺里还没有什么评价 然后我心里就比较忐忑 后面到手以后发现 这个还是挺好看的 在我录这个视频之前 我都没有发现这个事情 然后我刚刚才发现了这个 它这个地方破了一个洞 我本来还挺喜欢这个裙子 但是它质量也太差了 这个太薄了 具体介绍一下 它这个裙子的话 上面是没有内衬的 我昨天穿了一下 它是它也不会走光 因为它虽然有一点点透 但是还好 下面下半身是有内衬 你就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 它的面料是那种雪纺的面料 摸起来很舒服 穿在身上也不会扎忍 但是它上面 但是它上面实在是太脆弱了 就感觉我还没有穿过 没有穿出去过 就试穿了一次的地方 已经破了 这辆堪忧啊 这辆堪忧啊 我第五条买的是 是一条白色的波点半身裙 它跟这个波点对比起来 就明显的小了很多 但是也是很小清新 很好看的 它的面料是那种雪纺的面料 也是很柔很舒服 穿在身上绝对不会 夹着那种感觉 里面也有一层内衬 你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 这是那层内衬 但是因为它是宽松的 然后我买的是军马 那种宽松的A字版型 它的腰口有点大 太大了 所以我穿着它就会往下掉 这条裙子 我本来打算退货的 太大了这个腰口 总的来说 我在这家店铺购物的体验 不是很好用 我总共买了五件衣服 其中有三件衣服 都出现了质量问题 像那件红色毛衣 我花了八十块钱 但是它穿了两三次 现在已经起了很多的球 白色的碎花 碎花年衣裙 它现在已经破了一个洞 我都没有穿过一次 还有黑色的白褶裙 它也是起球 颤毛这种质量问题 虽然它价格不是很高 价格不是很高 也不能要求它特别的好码 所以在这家店铺购物的话 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就是你有可能买到好的 有可能买到坏的 但它的版型确实都还挺好看的 就是那种衣服的款式 那些都比较好看 如果你想买衣服的话 你一定要看清楚那些评价 然后要谨慎购物 然后最后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欢迎关注我 或者都给我弹幕 投币 收藏 如果你们还有其他 想看的店铺测评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 告诉我 我会去